会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专案 所以你要new一个专案 new一个Java的project 那project名称的话就是 也许叫Java TQC Java或其他名称都没关系 但是名称不能一样 我刚刚已经有做了一个 所以我刚刚的做法是这样 TQC 那底线Java 也许我这边跟我Java2好了 那特别注意那个 Round Time的部分 记得改成不要1.8 1.8可能会出错 1.7或1.6都可以 我用1.7的 按Finish就可以了 那这边不就是会有个专案 那你要产生后面的练习题 new一个什么 new class就可以了 按右键class 其实它的基本的逻辑是 一个专案里面呢 会有产生一个source source里面呢 你可以在source里面呢 它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套件 就是package 这个package里面的话 会产生很多的class 不过因为我们现在package还没产生 它会自动帮我产生 所以new class 那比如说我今天要是106题的话 那我就是假设了考试 考试是JVA01 不过我们列习的话是JVD 比如说106好了 106 那我这边用大写的好了 JVD106 记得这边要打勾一下 因为如果没有打这个勾的话 它这个man不会出来 man不会出来的话 没关系啦 你自己打也可以 只是说有时候你自己打的时候 怕你这几行背不起来 不过这几行其实也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这东西 static public应该知道 共用的嘛 static 静态的 void就是没有回传值 man就是它的入口 一定叫man 后面的话呢一定会有什么 一个string的一个ark 这个strings嘛 正应该就知道 这个是一个自窜 然后后面的话是一个ark 后面有个中瓜糊 也就是说这个中瓜糊是正列 也就是说如果你外部 假如要传进来的是 一个自窜的什么呢 自窜的一个参数 或者叫引述的话 会从这个string的正列 帮我传进来 所以今天106题这一题 它就是会从外部传递参数给我们 那怎么样从外部传参数给我们 特别重要 就是从这边传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今天 传就是直接从这边 这个strings的这个类 这个是一个什么阵列 ark的一个阵列 那我不知道它传什么 绿色是没有 一般我们前面的练习都没有 但是106题会有 所以你可以把那个106题 稍微看一下 106题里面 它的那个逻辑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 有没有看到这个106 这一题是106 叫数值过滤器 那里面的话呢 大概做哪些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把它放大一下 里面的话呢 它就是 当然这个是在那个DOS环境底下 去直接key的 Java 那JVA 指的就是我们最后compile的class 但是我们如果在Eclipse 不是这样做 后面空一格 它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好了 假设它传了六个参数 六个参数中间呢 都是用空白键隔开 传进来的话 它会自动帮我们切割 用可能他不知道用什么Spritz 还是什么 切割之后呢 会帮我把一个字串 放在一个阵列的位置 一个字串就放在一个阵列的位置 所以总共假设有六个 二十六 六个它就丢六个 那也就是说呢 这个AX的正列长度就是六 编号从零到五 所以 那个AX零的话就是四十四 零 一直到五 OK 这个观念应该清楚了 那我们这一题主要是 要知道说 这里面呢 有哪几个 是数值 所谓的数值就是说呢 整数的意思 有哪几个是整数 有哪几个不是整数 可能是一般 可能就是文字 就是字串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今天输入这一串 那我们该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一样 先建一个什么 JVD106 然后这个地方按确定 OK 按确定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就有个JVD106 那接下来做什么呢 我要传递给他东西 那怎么传 记得哦 在JVD106按右键 在RUN 记得RUNS 有没有 在下方会有个RUN 的那个什么呢 这个 它的一个设定 RUN的一个相关的设定 RUNS 这边 OK 记得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你做什么设定呢 你把它按右键 在RUN之前呢 我要丢一些东西给他 这个时候会跳出什么 ARGUMENTS 有没有 这个ARGUMENTS 实际上就是说 我要的 所谓的那个 刚刚的ARG 其实就从这边 所以你要丢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丢AA 控义格44 BBBCCC 类似像这样 也许是在一个什么 DDD 反正就类似像这样子 那里面的话呢 当然我们可想而知 里面只有一个是数值 其他都不是数值 那 按 OK RUN一下 我把最后 或者CLOSE一下 也可以啦 CLOSE之后的话 你再来RUN 那我要怎么RUN 我把最后的结果 给各位 我这边假设 我这边已经写好了 我做好的东西 直接来 假设我今天 把参数给他之后 那我要判断说 里面有几个 是数值 几个是非数值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RUN是不是 把它更改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最后RUN出来结果 我执行这个好了 各位可以看到 里面他会告诉我什么 数值的总和 有没有 因为只有一个 所以加起来是44 那几个是非数值 四个 是数值的一个 所以最后答案 就得长得像这样子 OK 那我要怎么样 去把这件事情完成 各位先看一下 第一个 如果你刚刚对建立class 建立专案不熟的话 可以再试试看 另外的话建一个man 然后想想看这中间该怎么做 题目的话在云端上面 我们输出大概长这样子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看一下 怎么样知道到底它传进来的 是不是就是一个数值 或不是数值 特别注意 这个先建一个 那个JVD106 按右键这边有个runs 这边有一个 它的一个设定 你就把这个设定里面 这个arguments里面 传一些东西给它 当然你这边 可以乱数 我这边是AABB 里面的话 当然你有一些数值 不是数值 那进来的东西 它会透过那个arguments 去把它接收到 接到之后的话 它会自动帮我切割 切割之后 怎么样知道 它到底是数值 还是不是数值 那有几个方法 这个最简单的方法 当然 因为进来的东西 是String 自传 那String呢 到底 就是说 我们要做运算之前 必须要转型 转成什么呢 转成整数 那转成整数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发现一个状况 如果你今天呢 给它的是 一个数值的话 转型会成功 但是呢 如果说你给它的是一个什么 一个文字的话 转型会失败 那失败的话呢 当然可能就crash掉了 不过呢 crash掉 假如说你不希望 你这个程式会crash掉的话呢 那有个方法 你可以用 加上一个exception 一个 就是例外 状况 那可以用try catch的方式 如果有发生 错误的话 它会把你catch到 catch到之后的话呢 并且告诉你说 你那个exception 你的那个错误在哪里 那我们利用这个方式的话 就可以得到就是说呢 我们那个数值的部分 可以知道说到底是不是数值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先设定好 第二个的话呢 接下来 我在我的man底下 宣告了三个变数 三个变数呢 都是整数的 一个上 加总 总共那个里面 如果是整数 应该是多少 预设值为0好了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我的整数 里面是整数部分 是数值部分有几个 z 预设值一样0 k的话呢 是非整数 好 那我这个地方 一样跑一个回圈 回圈的放 跑一个for回圈 for回圈呢 初始值为0开始 为什么从0开始 我讲过来 因为ax这个正列 一进来的第一个 一定是从0开始 因为正列的索引值 一定为从0开始 那我们就从0开始 一直到最后一个 那最后一个的话呢 当然如果说 我今天传进来 假如说 ARC里面呢 有 假设我刚刚像 我们那个范例里面呢 总共会有六个东西 那就0到5 那它总共有几个呢 总共有六个 六个指的是它的长度 编号的话呢 就是0到5 这个是一个正列 那里面一个萝卜 一个坑嘛 放东西 那其中的话呢 也许这边我放44 那这边放55 然后呢 前面是AAA嘛 然后BBCCDD好夹是这样子 那当然它会 假设这个正列进来之后的话 它就是需要一个一个 慢慢的帮我找的话 那我就从0开始 对 这个初始值 那要跑到什么时候为结束 当这个值 AX 怎么样 它如果会进入的话 是当小于 比如说 我今天呢 假如是0的话 那0进来 那因为这个AX的长度是6 也就是0进来 一定是小于6 那一定会进到围圈 加加 加加就换下一个 下一个就加1 所以变1 变2 变3 一直到5 5之后的话呢 也一直到6 6超过就跳里围圈了 那这个地方的特别注意呢 我要做什么事 其实我可以先把这个try cache 先拿掉好了 也许我try cache先不要包 那我先做什么 先把就是说呢 里面的AX D0个 D0个也许 我这里面D0个放A 进来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 用integer点pass in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转型的意思 转型就是进来东西 也许不是数值 那我转 转转看 能不能把它转成数值 如果可以丢过去 它就会把它加 加种起来 但是如果不行的话 就会产生什么 产生错误 那产生错误呢 就crashe掉了 所以如果你现在做的话 你会发现 城市应该是会crashe掉 跑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跟你讲说 Aero Exception 为什么 因为呢 你给我一个AA 我怎么去转 不可能转成一个数值 我不能帮你转 不行 所以怎么办 我如果要避免这个错误 可以有一个方法 把这两行 把它做什么 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surround with surround with是什么 就是说我今天要外面包一个try cash try的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要去 去试试看 cash的话 如果有错误的话 你帮我把那个错误讯息捕捉起来 所以特别之后 把这两行选取起来 在surround with 这个有没有try cash ok然后把它点下去 你会发现呢 他会把这两行一样放在这边 上面帮你加一个try 下面加一个cash 有没有 那如果说今天可以转 下面有个j++ j++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是数值 那应该会转成功 转成功的话怎么样 那就是帮我加1 加1就是j等于j++ 帮我加1 本来0嘛 加1 就是有一个 再加1就变两个 ok 那如果不行的话 他转型过程当中 比如说AA 他就跳到哪里 跳到这一行 catch 会丢出一个什么 exception 的一个物件 告诉你说 哪里有错 反正里面你解析他 他就告诉你哪里错了 再来的话 后面的话 to do 他要做什么 那就是k++就可以了 这边的话你打个k++ 为什么k++呢 k++就是k 等于k++ 那意思就是什么 j就是有几个数值 k转成功 k的话呢 就是有几个非数值 因为他转失败了 转失败了 就是非数值 应该可以理解了 ok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来跑跑看 基本上这样程式就写完了 所以没几行 这一点应该是还蛮简单的 然后最后的话 把它print成 system.out 这个我想应该简单 就是输出结果 queenline ln 就是让他可以换行 数值是总和为什么 加总的 也许我里面放了什么东西 我按右键看一下 runs 然后这边的话 arguments 那因为我放的是AAA 空一格44 55 然后ABBB 这后面这几个 有四个是不能转的 有两个是可以转 那这两个加总的话 应该就是99吧 我把它这个地方run一下 所以如果做完之后 那你确定设定完 看一下 把它run过 那各位可以看到 run出来的结果 就是把44再加55 那因为呢 我们这个J J++的话呢 这个数值的话有两个 所以把J放在这边 有没有 数值 然后非数值的话 就K K++ OK 最后结果就长这样 那来看一下 基本上 这个到底能不能拿到满分 你可以再看一下 比对一下 如果我看了一下 可能你们要小心 它这个题目有时候怪怪的 有些用半型 有时候全型 有没有 这个地方好像是全型 所以你可能要看一下 反正最后的结果 看一下题目 试卷 不过这个 也可以扣到分数 有的时候给你扣个两分 因为你刚刚好 如果假如说你是70分 刚好扣个两分 又68分 那不是很惨吗 因为之前有蛮多同学 尤其像Enjoy 考Enjoy的同学 很多 大概都考69 68 67 所以后来 承办人有问我 这怎么办 很多人 因为刚好他们好像什么学科没准备 还怎么样 反正就差一个一两分 那就可能会插在这里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大概就是几个重点 记得就是这边按右键 直接看一下run run as这边 那你把这个相关的设定 设定这个arguments里面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你accept 就是apply 就是apply 之后的话 然后再把这个部分 加上去 另外再来就是 这个source 有些同学 好像也不太知道怎么贴 我干脆直接讲一下 因为特别至于 也许你刚刚 我不知道 因为每个人程度不知道 有的好像比较厉害 有的比较不OK 那你要怎么贴 很简单 直接到我的那个 其他补充范例里 就是到我的那个 那个google上面 你看到云端白板 这边就有个程式 记得多做一个动作 你不要直接这边复制 右上角有个弹出 请你弹出之后 再来复制贴上 我想这样会比较顺利点 弹出之后呢 那你要贴 记得就是说 刚刚同学贴 刚刚这两段 然后这一段 你就直接从 因为这个都有了 直接从这一行 从这一行到刮弧的上面 Ctrl C 再把它怎样 Ctrl V贴上 那确定一下 底下有没有红色词 如果没有红色词的话 那恭喜你可以把它弄一下 那应该就可以顺利了 那当然 我是最怕说 很多同学贴上就当没事 好像自己都会了 就把它再删掉 重新再 再弄 再把它key一遍 那如果确定你 抵律着掉 再重新一遍 也都ok的话 那恭喜你 应该这个部分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ok 那这个当然就是辅助各位 可以直接从云端上面 去抓到我的sauce 当然 我也有把我的sauce 放在我的github里面 不过我想 这个不用github 本来没几个字 所以我就直接用 google的文件贴上去 这样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ok ok 试试看好了 那开发环境呢 当然也不见得一定要 我云端上那个 你好像你们现在用这个也ok 就是 它既可以开发java 那也可以开发enjoy 用enjoy这个好像也ok 已经可以run了 没有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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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